今年7月从南北韩非军事区越界进入北韩的驻韩美军二等兵金恩 入境之后遭到北韩拘留 北韩官媒27号宣布将金恩驱逐出境 美国国务院也证实金恩即将返抵国门 而外界就好奇北韩会同意放人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交换条件 但国务院的官员强调美国没有对北韩让步 他现在在美国上的路上 我们希望他在未来的时间 美方证实二等兵金恩已受美国监管 美方表示金恩事件 北韩拒绝跟美方直接接触斡旋 是瑞典在中间当调人传话 美国并没有请中国帮忙调解 外界好奇北韩决定放人 中间是否有任何交换条件 23岁的驻韩二等兵金恩因为殴打当地人 入狱服刑近两个月 7月要被遣返回国时 在机场开溜 还参加两韩边界观光团 趁机擅闯北韩 金恩到底知道多少军机 北韩从他身上又掌握多少 外界也很好奇 刘勇伟编译 屌员 屌 屌